Hello 大家好 谢谢你们点开这部YouTube影片 今天想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英国英格兰巴斯的Milson Street 如果您是喜欢曾奥斯丁小说的人 应该对于这条街是不陌生的 尤其是在Notes & Angle Abbey这本书 中文翻为诺桑爵士小说这本书里面 谈到了Castling走在Milson Street 来到巴斯参加舞会 那Milson Street这条街是建造于1762年 今天的影片就是想要来和喜欢曾奥斯丁小说的人 分享现在Milson Street的街景 在拍这支影片之前 我有看了线上的大英博物馆 British Library上有一张关于Milson Street的图片 那就可以来对照现在的Milson Street 跟之前的Milson Street Milson Street是建造于1762年 是由建筑师Thomas Light Holder建的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打算建造 是像是Town House这样的结构 如果对于英国的房屋种类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我之前拍的影片 关于15种的英国房屋类型 Анд承 。。。 Thomas建造这条街的会有一些商店 Office 还有Bank 目前是Lois Bank 我看2017 电影的人应该会看到卡瑟琳走在这个 Mielson Street上 但他那时候不知道怎么过这条街 因为当时呢 在小说当中的场景是这条街上 是马车运行 那现在Mielson Street呢 是只有在一些时段 是会把整条街封起来 例如说是巴斯 就是每年非常有名的Christmas Market 就会把整条街封起来 车子就不能运行在这条街上 那平常的话 有一些时间限定 只有公车可以在Mielson Street上运行 在Mielson Street上 目前呢是有 两个apartment的公寓要贩售 那加上一套卫浴设备 在Mielson Place 影片中我也走到Mielson Place 那在Mielson Street另外一侧呢 目前是没有任何公寓要贩卖 那我之前是在他们还没有盖好公寓 还没有翻修好的时候 我有进去工地里看 那我发现这里面的公寓就是 一间一间的公寓相隔的距离是比较狭窄的 已经忘记最低价是 预售物是多少 那我最后觉得价格是非常的高 在Mielson Street上 如果想要租房租在这个 充满历史情怀的街道上 两个bedroom apartment 一个月的房租是 1850磅 然后加上两套卫浴设备 然后外加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房租房租房屋 我会攒담咒 姐妹 好 明天 还是 节目 我 有人 如果说不介意和别人合租的话 在Milsson Street上现在合租 约是585磅的租金 也是一笔蛮大的开销 如果是在Milsson Street附近的Northgate Street的话 租房一个Studio Flat一个月是795磅 含兹之地关系 是470磅的地图 除了都平均台 市场上上上上了 边缔除帕子 大是有臣子 如果是喜歡曾奧斯丁小說 North Anger Abbey的人一定會知道 Milson Street是一條非常fashionable shopping的 是非常流行的時尚街 Milson Street上也有餐廳 書店 銀行 外加公寓可以出租 scientific買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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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